今天我们来画一只乳羊龙 我们先来画乳羊龙的头部 由于没有发现过乳羊龙的头骨化石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一般的西角类恐龙 一般的巨龙类恐龙 比如巴塔哥龙来塑造乳羊龙的头部 它有小小的牙齿 然后向上隆起的鼻部 然后有个鼻孔 然后我们可以在它靠后的位置画上它的眼睛 然后我们可以画上一个张开嘴的样子 然后它的下巴是向下稍微弯曲的 接着我们画上小小的耳孔 我们可以画一个乳羊龙回头的样子 接着我们可以画它乳羊龙巨大粗壮 又非常长的脖子 西角类恐龙的整个脖子看上去并不是非常的灵活 但是在它的头部的后面 这个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 因此我们如果要画西角类恐龙回头的样子 一般弯曲的地方是从这里开始 然后它的整个头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僵硬 整个的脖子看上去非常的僵硬 乳羊龙全长能达到精人的38米 它的脖子也是非常的长 接着我们画它的身体 先让画上它的肩膀 然后它小小的胸腔 接着我们来画它的前肢 可以画上巨大的前爪 然后可以把这个鸡肉的轮廓给它塑造一下 接着我们来画另一条腿 如果西角类走路的时候 这只脚向后弯曲 那么前边的另一条腿就成了一个非常垂直的 一个承重的一个姿态 我们可以把这一条腿画得直一些 然后可以画上一个小小的爪子 因为巨龙类的前爪 这个大拇指是已经在退化中 当然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化石 也可以给它画成完全消失的样子 接着我们来画它庞大的身体 可以把它的身体画得圆一些 接着我们来画它宽阔的骨盆 以及非常长的大腿 短粗的小腿 以及巨大的脚 同样 吸脚类跟大多数吸脚类一样 它的圆绒的脚也是有三根巨大的脚趾 另外一只就遮挡在后面 然后我们开始画它的尾巴 在画尾巴之前 我们看到它的身体前半身的比例 非常的像马门西龙 但它的尾巴跟马门西龙非常不一样 它的尾巴也是非常的长的 马门西龙只是头比较长一些 尾巴很短 但是乳羊龙头跟尾巴基本都是同样长 画了尾巴之后 我们可以画上尾巴的一些细节 然后在它的身体两侧 我们也可以给它画上一些吸脚类 尤其是在巨龙类身上比较常见的大型的甲片 这些大型甲片往往集中在后背 然后在身体两侧要变小一些 由于体型非常巨大 它身上可能不需要一些装饰性的花纹 最后我们可以给它画上一点地面的效果 这样一只乳羊龙 我们就完成了 最后一只感觉还有些重点 是最后一只的最大的